一个人一个人 是不是这么辣的 看起来比较背双是吧 对对对对 今天我们跟随他的探员 在繁华的吉隆坡 当地年轻人Ken和Yubi的带领一下 寻觅这座城市的地方美食 所以我要先带你去 外马来西产蛮常见的一个地方 叫做Food Park 然后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小蛋口 这里是吃饭的地方吗 对 外来这里是因为这个地方也比较隐秘 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到 Bunna Nalik 然后它是印度人的一个文化美食 所以基本上就是为什么叫Bunna Nalik 是因为它有一片香蕉叶放在这里 然后生饭 然后自己去选自己要的 喜欢吃辣一定要试试看 你自己来了 来了 不客气 这个也是有点辣是吗 有点 你知道是这个人啊 他并没有辣味 他并没有辣味 他并没有味道 我以为就是他的味道 因为他并没有辣味 但是他就没人意味道 他会认识看 我们去商场里面 我们在一起吃Mamadam 请坐这边吗 请坐这边吧 请坐这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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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去商场里面 就是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啊 可能是聊天啊 喜欢去的地方因为很便宜 哇 你刚才没有看过吧 你们现在一定要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大的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是印度煎饼的其中一个种类 它叫roti tea shoo 到处的妈妈当作有这个东西 只是说这一间特别会做那么长 看我问你一下这个你最喜欢基隆坡的什么呢 就美食有点多 因为基隆坡就是很多文化所聚集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不同文化的美食 为什么会选择这几个地方是因为 第一我觉得这几个地方的地点都蛮接近 走起来也不会很吃力也不会浪费时间 第二我觉得在这里已经可以找到 就是蛮多种文化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路线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希望通过TEDTLE和我们的体验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马来西亚的美食 还有多元文化的一面 耶